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美坐在自家豪宅木制楼梯上回答网友的提问 旁边放置的场景很是场景 身为专业场景作者的新美表示 每天都会练习 非常用功 新美时不时的与镜头外的镜像对话 还叫来妹妹光希一起出镜 本来的单人直播变成了母女三人首次公开同框聊天 令网友格外惊喜 人红是非多的光希最近很低调 面对镜头有些拘束不自在 表情略尴尬 与之前几次直播大方活泼的模样明显不同 光希一张鹅蛋脸 五官阳气 急腰长发中分更显气质 身穿灰色 修身上衣模特身材 苗条优越 妈妈镜像直接素颜出镜 在两个花样年华貌美如花的女儿中间也毫不逊色 网友直夸是美女三姐妹 镜像身穿粉色衬衫 脖子上一串珍珠 一条金项链 铁着带 富婆气息浓厚 散脱的镜像脸色蜡黄 不掩饰四个痕迹 开心笑出一蓝褶子 网友们被镜像爽朗的笑声感染 纷纷评论 很亲切 拉近了距离 镜像其实很温柔 牧村这个明星四口之家一直刻意回避铜框 除了被记者在街头拍到了一起出行的画面 四人至今还没主动发布过合影全家福 这次破天荒气息出现 虽然少了牧村拓栽 却也让日媒颇感惊讶 不少日媒一直将镜像塑造成 强势虎麻形象 为两女儿泼露出档牵线各种资源 有日媒认为高调铜框直播 意味着不排斥合作 而顶流巨星家庭是许多制作团队争相邀请的对象 接下来牧村家呢 可能有一起出演电视节目的机会 在直播之前 光熙一早晒了康乃仙照片 祝福竞相母亲节快乐 十分贴心 新美则公开了一则视频 对妈妈表达爱意 不愧是备受品牌方宠爱的迪奥小公主 新美从化妆品到服装 整个造型由迪奥承包 坐在沙发上用流利的英文接受采访 新美身穿插肩上衣 搭配黑色蓬蓬裙 甜美可爱 新美形容妈妈 竟相坚强有爱心 透露妈妈和自己看待事物的角度完全不同 托妈妈的服 自己也能从心恶角度 认识事物 帅真的新美 坦言从小经常跟妈妈吵架斗嘴 感谢妈妈一直以来的包容 还分享了一组幼年时期和少女时代的母女合照 看得出这对母女感情非常亲密 木村拓哉一个出场自带BGM 加光环属性的男人 她的名字在日本平成年代 就是现象级风暴的代名词 并且这股风暴的席卷范围是全亚洲 记得电影《蓝色大门》里有一幕 林月珍非常认真的在本上一遍一遍的写张士豪的名字 结果写着写着突然就变成了木村拓哉 她坚信只要超上一百遍 木村拓哉就会爱上她 这情节呢真的不夸张 因为时至今日大S都爱她 爱到在收到她的问候时会崩溃大哭的程度 木村拓哉15岁以SMAP组合的形式出道 在队内定位是门面担当 登台即用脸杀人 她的确长了张调不出毛病的脸 脸型窄长但不显年龄感 五官有适当的顿感 具有棱角分明融合了男人的英气和少年的浪漫 天才点弹加天才演技 让她创造出了许多可以载入史册的木村现象 24岁时她主演的电视剧《悠长假期》 在日本首次播放时 有大量护卫在街上看守她的宣传海报 因为偷海报的人实在太多了 因为她在Hero里饰演了检察官 令当时本不受欢迎的检察官取代律师 成为名校法律专业学生的首选职业 后在Pride里饰演冰球选手 又带动了日本观众观看冰球运动的热潮 Santa Day十年陈威士忌广告里 情节设计木村把威士忌当香水涂抹脖子 于是群众就纷纷效仿 带货能力更续一记绝尘 当年她拍摄了这支口红广告 开创了男性代言彩妆的先河 别说同款了 连品牌店铺里的海报都被抢击一空 还要专门的派保安守护她的人形立牌 明白了吧 就是这种程度的亚洲顶流 然而这样的顶流 却能为了爱的人做好放弃一切的准备 那个把她新收的死死的女人就是龚腾静香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龚腾静香和男野养子浅相为 中山美慧一起被称为日本偶像四大天王 放在今天就是顶级女爱豆 在许多男孩子心中也站着一席之地 虽然长着一张温柔少女的脸 可她的打扮却很张扬不羁 留着前卫的招手停留海 穿着扩间机车皮衣 这种反差的帅气瞬间成了无数少女憧憬的样子 中岛美雪欣赏她的这份特使 所以为她填辞了无言的性感 这首歌让她一炮而红 不仅威力一线歌手队伍 更是登上了年末的红白歌合战舞台 到2000年时 龚腾静香还始终是顶级歌机 她的专辑累积销量突破了1500万张 一时风头无量 直到木村拓哉的出现外貌上匹配 事业上也是各自为王 按理说这样的情侣应该能得来众人的一生般配 但在所有人眼里他们并不相配 更准确的说是大家不愿意接受木村拓哉结婚的事实 2000年11月23日的木村 可以说是为了爱人与全世界作对 在SMAP演唱会开始前 她突然说 大家晚上好 我是木村拓哉 今天在演唱会开始前 我有事要向大家亲口报告 虽然很任性 但是无论如何 也想在演唱会开始前亲口告诉大家 所以我站在了这里 她停顿了一会儿 然后大声宣告 我这次要结婚了 话说出口后啊 全场粉丝大喊不要 日本NHK将此事作为国事新闻播报 每15分钟滚动插播 她宣布结婚的记者会片段 被当时的媒体用只有天皇驾崩能相提并论来形容 其实舞台上发表结婚宣言的木村 并没有那么潇洒的少年义气 因为她面对的是对粉丝的失信 偶像的失格 但为了爱人 她必须这么做 她表现出了男人最好的担当 也做好了退出娱乐圈的准备 去年龚腾静香50岁的生日时 木村拓哉 破天荒地在社交平台发了两人的旧式合照 给她竞生 这是他们结婚20年第一次晒了合照 照片里她捏着她的脸蛋半鬼脸 她自己乐开了花 那是真心相爱的人才有的笑容 外界谣言不止 但两人对婚姻却真实无比 木村不止一次对朋友说 自己娶到了梦小舟的太太 而静香在被问到何谓幸福时也说 是拥有比自己更重要的人